各位顶姊妹你们好 主祝福你们 欢迎后面来的从大陆来的传道人 祝福你们 属世可以跟你们沟通 好 感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的恩怜很大 从心里完全遥恕人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先说到其中一首诗歌 说到求你拦阻牧人不要犯罪 叫我离开这些罪免犯大错 求主赐给我们这个心 因为姚树是颇难的 稍后我会说到姚树有程度 没有反应 因为姚树有些人只能跟他招呼 这个是一个程度 有些人连招呼都不行 即是有不同程度的姚树 首先我们想想 为什么会有人不姚树 有什么原因和表现呢 我们也了解一下有什么原因 难阻人遥恕人呢 因为有时候那些人被我们很大伤害 我曾经有一个基督徒 他说我永远不会遥恕我丈夫 她丈夫已经和他分开了 我永远不会遥恕他 因为他有很多问题 很多年都会伤害我 其实我认识两个人信耶稣的 他们都是这样的说法 我跟他说 你不遥恕你的丈夫 天父也不遥恕你 是很严重的 有一个表面上是愿意 但始终没有愿意 其实他身上有邪灵 我跟他说邪灵 硬是邪灵不走光 因为他不愿意遥恕 而另一个也是当时很厚硬 就是说我不会遥恕他 我永远都不会遥恕他 所以我跟他说 你可以 神遥恕你很严重的落地獄 是他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拿屎上身呢 他的不好你为什么要拿上身呢 我就鼓励他去处理生命 我后来又再发信息给他 我希望他真的接受 因为如果不是 后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虽然他伤害我们很深 但是如果我们不遥恕他 我们自己真的受最伤最伤的伤害 因为他那些说话伤害 我们不放在心上也不是那么严重的 但是如果 即是说以后在地狱的伤害更厉重 所以是不值得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一生人很多伤害 就是聚集聚 在心中的潜意识 潜意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往发生的事藏在心里面 就会有这些伤害在里面 其实人人都有潜意识的问题 即是会很容易很敏感 别人说些什么很容易反弹 别人指责自己的罪很大反应 这些都是潜意识 很容易受伤害 很容易觉得别人害他 这些都是潜意识的问题 潜伏了很多问题 而第三个原因 对不起 第三个原因 就是本身也有情绪问题 情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伤害而来 其实大家不用抄的 你抄 我已经给你们教会了一个PowerPoint 你回来慢慢 你想抄也可以 不过你就会听流一点 可能 因为我有很多点 每一张视频都有不同的点 好了 你抄是非常好的 有心是好的 好了 我们人都有情绪 其实情绪也是由以往的伤害 没有处理带来的 如果大家发觉 我很容易发脾气 很容易烦恼 很容易低沉 很容易哭 即是情绪都没有处理好 第四就是很难接受 伤害我们的人这么差 有什么理由 怎么搞错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相信一件事 人就是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 人心被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随能 人人都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接受人的罪性 就没有那么背上身 有时就会背上身 就会在心里面 永远都有一种伤害 有些人 他会很难想起 以往发生的事 他说他会想起很痛苦 就是他不能化解 其实人的问题 无论他如何伤害我们 我们不放在心上 都不会一路伤害我们 当时也一定会有伤害 但是我们化解 即是说是他的问题 神在我心里有奇妙计划 我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神有很多恩典给我 我不用因为他而受 继续受伤害 我可以平安喜乐 开心快活 其实我也受过很多伤害 不过我就决意 我说人的问题 我会背上身 这个背上身 也造成我们很难如恕人 第五 就是我们可能会损失一些东西 譬如有时候 那个人拿了我的钱 以往的婚姻破裂 不同的问题 这些 但如果我们越受伤 就越拿得更多 而神会给我们 先求神的国 和他以这些事 也会给我们 第五 觉得不公平 被欺压 有些人这样说 我遥恕他 他不是很划算吗 有没有搞错 他不是很划算吗 但我不遥恕他 我还不划算 我还有多些损失 所以我们想 总之 不划算的那些感觉 是不值得想的 其实越生气他越不划算 好了 那不遥恕有什么表现呢 有什么表现呢 第一就是 很想告诉别人对方有什么错 有时候有几个女人走过来说 我老公真是坏 真是坏到不得了 真是坏到不得了 真是很难顶 总是想说 其实这样 整天想说 即是他的心未遥恕 他心里面 还一直在生气他 那你说他真是坏 他坏 那他坏 那当然不要说 圣经讲到是什么呢 马帝十八章 他有得罪你 你就跟他说 他如果真的不处理 你就找一两个人去说 再不行的 就找整个教会跟他说 如果丈夫对我们不好的 你不行的 找全都人跟他谈 那 那 有些真的要接受 有些是接受 他难于改变 但是他刻意不改变的话 而他又信耶稣呢 那可能你需要辅导 辅导是有帮助的 其实我网上也有很多 婚姻的辅导 你找婚姻辅导业牧师 和婚姻呢 其实我有播放清单 在网上耳牧师 你会看到有婚姻 和婚姻辅导的 都会帮助大家 那如果有些很难搞的那些 我都愿意去帮助的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是 你们应该主要找道传道 但有些真的难搞到不得了的 那道传道说 不如找耳牧师 那我都是愿意去帮助的 那这个就是 你的心全都想告诉别人 第二 整天想回他的问题 整天想回 天天夜夜想 睡觉又想 那就是不要输了 整天想 他不好 其实想又没什么用 那就影响睡觉 影响整个人的情绪 健康 更加辛苦 所以呢 他的问题 我们 什么问题都是 想了 如何处理 就放手 那你说 我处理了都没办 那我们处理了都没办 都只能够逐步慢慢处理 其实有些问题 是一世都不会处理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发觉这件事情 你的家人 如果有伤害你 你发觉他是很难改过 几十年都一样 他有没有改过 你和他结婚这么久 有没有改过 是没有改过 唯有神才改变到人 而 有些人不信耶稣 有些人信耶稣也好 是否被神完全改变呢 都是有程度的 那我们需要追求更高程度 因为越不处理好 越大问题的 好了 第三个表现 没有遗数 就是想到对方的问题 就生气了 就伤害了 很痛苦了 如果你继续去想 即是说不行了 然后第四 喜欢听到人批评咒骂他 他被人骂他 哎呀 心涼了 他烟到焦皮 哎呀 心涼了 他有病 就抵抗他了 这些是未遗数的 第五 圣经有说一句话 你不要幸灾乐祸 恐怕神将那些灾祸降在你身上 所以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 第五 喜欢听到对方有不幸的事发生 这些其实就是心 变了有一种恶毒在里面 第六 不想见到他 最好他消失 在马路走 同一边 快点过马路 避了见他 如果这样的情况 即是未遗数的 第七 听到对方得福 或者被人称赞 就很奋恨 他有很多坏东西 你们赞他不对 他不应该赞他 他很坏 这个 其实 有些人会这样说 我老公 我也听过好几个太太音乐 他对人很好 人人都赞他 全村都赞他 对我 就有很大伤害 很多伤害 这些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有时人就要摆个面子出来给人看 跟太太相处了久 就变了很多奋恨 就不懂得相处 这个也会有的 有时呢 其实有时辅导会化解 为什么呢 辅导化解就是什么呢 通常我都会问他 你觉得婚姻开不开心啊 痛不痛苦啊 如果你痛苦 你需要改变 改变 以后都开心 你跟太太一起开心 是否更加得福呢 譬如我跟太太是很开心的 我们什么时间一起呢 都是开心的 这样呢 我们享受生命 亦都享受一齐侍奉 对吧 好了 第八了 不能够为对方祷告 即是觉得他太差了 我不能够说到他的名字 这些任何的表现 即是我们代表 我们的姚树 是有限度 有时日直相对的人 是最难姚树的 夫妻呢 真是那种恩怨 有恩有怨 子女啊 父母啊 有时都很多 记得他们的不好的事 因为相处得多 所以更加需要处理 如果我们在家人的问题上 吴耀术人呢 心是很重的 好像有些石头 一块块砍下来 还有炸一炸 魔鬼就进去了 邪灵就进去了 就被魔鬼留地步 为什么呢 会生怒人 不饶恕 想他受害 想一些不好的事发生 这些其实是神想的事情 就会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们知道 有这样的情况 一定需要处理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有讲到一件事 就讲到一个男人 他的太太有外遇 他的心很生气 他说重到不得了 这个故事他到底是讲真 有讲一个比喻 我不知道 他就说 然后有天使来跟他说 他就跟天使说 为什么我这么重呢 天使说 因为你的心装了很多石 你每次摇树它 一块石就会拿走 你越摇树就越轻 他真的在做 真的轻了 真的 摇树人是很轻的 也不生气人是轻的 就是觉得虽然人有问题 我接受人就有问题 正如我们也有问题 我们想起我们的罪 我们第一 其实一直可以求神赦免 但不要觉得 我未再求神赦免 神不赦免 其实神已经赦免 我们曾经悔改 神已经赦免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 我知道这个罪不好 我憎恨这个罪 我憎恨这个罪 我要离开这个罪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悔改 不只是知罪 也不只是求神赦免 是我憎恨这个罪 我生气的人 我憎恨这个罪 我要离开这个罪 所以我们想到 我们有不饶恕人 有对人的恶毒 对人不好的心 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 并且我们憎恨这个罪 虽然他不好 他有问题 但我不去继续生气他 我放下这件事 我去祝福他 我去改变 由咒座变为祝福 这样我们就成长了 好了 那我们想要描述 首先我们学神是如何 其实我有个教导 叫做《法阳神属性查经法》 或者叫做《神属性查经法》 那我本书呢 我今天也没有拿到来 否则送给新来的人 那就是《轻松得性》 不过我们有方法可以给到你们的 《轻松得性》这本书呢 里面有讲到 就是神属性 用神的本性和他的恩典来 推动我们改变 即是什么时候都是的 神叫我们做的事 他自己做完 除了悔改 神是不需要悔改之外 神是全做的 即使耶稣都敬拜天父 神是全做的 祂分配我们做的事 那我们就 即是说我们在神面前 整天都想回神是怎样的本性 鼓励我们学神的样式 我们越似神 我们的改变就越大 在《马太十一章二十九节》 耶稣讲一句话 其实真的没有人能够讲一句话 我心里柔和谦卑 如果有人说我很谦卑 有人这样讲过 我是全世界最谦卑的人 这个人已经不谦卑 因为他不知道 有些地方是骄傲的地方 但耶稣能够说 我柔和 又谦卑 我很温柔 我又谦卑 为什么谦卑呢 他会愿意服侍那些 不听他说 抵挡他的人 其实我们个个都抵挡过耶稣 但耶稣依然很柔和 很谦卑服侍我们 你愿意柔和谦卑地 为那些伤害你的人 去服侍他呢 他有病 你去探他 你去帮助他 这件事挺难的 如果他曾经 伤害到你不得了 伤害到你 家破人亡 到这个程度 你能不能够说 我听到他很苦难 我去祝福他 帮他 这件事真的很难 但耶稣 他真是为那些 听他的人祈祷 他真是祝福那些 不听他说的人 他说 我心里柔和欠给你 当负我厄 学我的样式 就是 负耶稣的厄 我们侍奉 是侍奉 是耶稣的侍奉 学耶稣的样式 这样你的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 原文是 你的灵魂 就会享受到安息 在你里面 平安兴散 施奉神 学耶稣的样式是什么 学祂的平安兴散 学祂的爱心 学祂的喜乐 这样 怜悯的心 你的心就会平稳安静 因为我的厄 是容易 我单是兴散的 父耶稣的厄 是容易的 尤其是学耶稣的样式 尤其是容易的 因为耶稣帮我们 耶稣跟我们一起 侍奉也是 侍奉 侍奉越困难 如果我们侍奉的时候 想帮人相信耶稣 但是他心很急很猛 整天他都不相信耶稣 那就很重担 但是我说 我做了应该做 神就欢喜了 这一点很重要 虽然他不相信 但我做了应该做的 神就纪念 耶稣说到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得上赐 就算这个小子没有很大改变 神没有说到 你给一杯凉水的人 变得很爱神 我就赏赐你 他不是一定要爱神 是你做了 你应该做的 神就赏赐 这样我们侍奉就轻散了 我有做到 我有传了福音 当然你不会说 我传了 他死他死了 他落你了 他死了 我们的心不会这么想 以后我都很挂念 但我不能够背着 尤其最多人背着是谁 背着家人 有很多人背着子女 他不肯相信耶稣 很重很重 永远都不开心 反而没有力量 也更加猛 对他很猛 但反而我们说 他虽然是困难 但我去谓恕他 祝福他 轻松对他 反而能改变家人 因为很多人对子女 就常常见到他 哎呀 你真是不听话了 越是这样 他不喜欢见到你 但我依然接纳他 他觉得奇怪 为何我这么胖 你都对我这么好呢 当然我们不是告诉他 你胖是不要紧 我们告诉他 胖是不好的 但我们告诉他 我依然关心你 爱你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骂是容易 淡止是轻散的 轻轻松松 所以我们学耶稣那种 柔和谦卑 去祝福人烈 要书人 还有 圣经讲到 神耶稣是怎样的 他被骂不还口 真是很厉害 被人骂他不还口 我们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我相信我们个个 都曾经被骂是还口 有时可能不还口 不过 总有还口的时候 受害不说威嚇的话 其实耶稣可以跟他们这么说 你忍住 你将来落十八层地獄 你落到最深那一层 耶稣不是这么说的 他反而为他们祈祷 他将自己交托那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这个真的是神那种美善 神那种瑶恕 其实想回神瑶恕 我们多少次 我们就说神你真是美善 就鼓励我们去遥说别人 耶稣会说 付阿世面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真是心里的怜悯 他知道 他明白人是很惨的 其实人是惨的 因为人是有罪捆绑 所以他怜悯人 他会说付阿世面他们 钉十字架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看过那些影片 有些影片是不会拍他钉那一刻的 也有照片在网上 那一口钉放在手上 徐仔 你看到你已经害怕了 你看到他心寒了 我看过那个影片 他一钉下去的时候 耶稣叫的声音也是很凄厉的 因为他也是人 他也是人 他一样是很痛的 他不是说不痛 他是承受那个痛苦的 但是他上了十字架之后 你想想 第一就是手、脚钉穿 其实手钉穿也是很痛的 脚钉穿也是很痛的 因为脚钉穿的脚骨 真的很痛 然后接着呢 先把十字架 动到洞里 这个动到洞里也是很痛的 你想想 有个洞 你想想 把它吊在这里 这边上去已经是 哇 手钉着脚这样弄上去 然后呢 将它 一声掉到洞里 你想想 那一刻 多痛 躺得多痛 但耶稣上了十字架 之后 他就说 这都会被赎阿富阿赎免他们 就是他有这个怜悯的心 他们也知道人的罪性 他们看见人知道他的罪性 他们知道其实被罪捆绑 被魔鬼捆绑 是很凄凉的 是很惨的 耶稣就是我真是真心为他们祈祷 赋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 当然耶稣有心赋免 耶稣在十字架 其实已经为了所有的人 包括祭司长 包括犹大的罪都有辅助 不过他们没有相信耶稣 而接受这个救恩 耶稣为他死了 不过他没有领受这个礼物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领受这个礼物 并一学耶稣的样子 我们看到耶稣 他真的祝福人 譬如那个行人时被捕的妇人 他说有没有人认你的罪 他说没有 他说我都不认你的罪 耶稣就是这样 很多人犯了罪不敢祈祷 神啊 他不敢 很丑怪不行 还是要躲起来睡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犯了罪不敢祈祷 因为觉得很丑怪 但其实耶稣那时候 很想我们来到他面前 因为这样我们才得力 很多人犯了罪就不敢祈祷 又不敢 有些不敢回教会 不领圣餐 他说今天我不能领圣餐 因为我今天罵了人了 我不可以领圣餐 那我们罵了人 我们就悔改 求神射灭 就不要说我犯很大罪 所以我不能领圣餐 我们领圣餐就是领受耶稣的恩典 耶稣的射罪 所以我们越大罪 我们就是神啊 我真的犯了很大的罪 求祢射灭我 这个行淫是被捉的妇人 耶稣没有去即时指责他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要知罪 他就说我都不定你的罪 就是看到耶稣那种本性 耶稣对彼得 他跟他说 在钉十字架之前 他说 撒旦想要塞你们 好像塞麦子一样 不过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 那这个告诉我们 耶稣明知他会钉十字架 耶稣也都 即是他会否认耶稣 他会钉十字架 彼得会否认耶稣 耶稣也跟他说 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但是耶稣没有捉住 彼得的耳朵 扭耳朵 我教过你多少次 我教了你多少东西 你一会儿会否认我 你快点知罪 耶稣没有这样 他只是用恩典推动他 就是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我为你祈祷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还有接纳他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我会接纳你 你经过你的弟兄 但是耶稣会否指出人的罪 会的 耶稣会的 不过他指出人的罪的时候 他也被人有卸罪的恩典 譬如耶稣指责门徒 小信 但是接着他说什么呢 小信的人 你们有信心 罪一颗戒赛众都能够移生 所以耶稣不是不指出人的罪 他指出法利赛人的罪 但是他指出法利赛人的罪 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他们不肯悔改 但是那些门徒 你发觉他指出他的罪的时候 他即时给他有 应许和赦罪的权并 和祝福的 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鼓励 神主要是用恩典推动我们 但是我们也有律法的提醒 但是不是 那些律法就为主 应该是恩典为主 就是说 每天都说 神这么好 我就听从神 尊重神 我就去饶恕人 我去祝福人 就不是 我不饶恕落地獄了 不行了 死了死了 我都是要饶恕了 这样是勉强饶恕 耶稣说 神这么好 赦免我这么多罪 所以我就乐意去饶恕 我希望大家都会给神的恩典 神这么爱我 我就去乐意去祝福人 去饶恕人 好了 接着就是神吩咐我们饶恕人 就是说到欠一千万两银子 耶稣说这句比喻是很特别的 这个人欠了一千万两银子 后来主人就说要卖光他 全监全部卖光他 还这个债 但是他求主人 主人就肯 遗恕他 放了他一家人 怎样之后来他出去门口 见到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 他就捉了他 要他还 他还不到就捉了他坐牢 于是那些人就见到 就很不开心 就告诉主人 主人就捉他回来 就要他去复营了 这个比喻 耶稣其实是 说这个意思 是应该在我们身上的 为什么用一千万两银子和十两银子的比较呢 原因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得罪神是每天都有的 为什么每天都有呢 因为凡是不能够完全遵从神 没有尽心爱神 没有爱人如己 已经是得罪 已经是犯罪的了 就是我们在平日的生活 没有荣耀神 没有充满神的平安喜乐爱心 你不是每天都是平安喜乐 充满爱心对人都是爱人如己 爱人爱得好像爱自己 你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不是的 就是我们其实是 就是根本我们是人的罪的缘故 我们是做不到尽心的 你是不是尽心爱神呢 就是说神啊我真是爱到你发烧的 神啊你真是最好最好 我真是这样激励 我真是全身命都给你了 有什么机会我祝福人 我都祝福人的了 我整天都要荣耀你 你是不是这样尽心爱神呢 我想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我们根本是时时都有罪 这种罪呢 就是做得不够完美的罪 在希腊文原文有个字叫 Harmatia就是射箭 射不正的红心就是Harmatia Harmatia就是说射不正的红心 做不到应该要做的就是罪 不过圣经也有说到故意犯罪 这件事是另一件事 他这么坏我真的要骂到他死 我真的要奏他 我真的要对他有愤怒 我真的要做些事情罚他 罚他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愤怒就是一个问题 比如有些人打儿子 教导他 让他知道要受惩罚 你告诉他 你应不应该受罚 应该 伸一手出来 打一手板 比如说 或者站在那里佛企 或者今晚不准吃 你最终吃的那样东西 比如说 但有些人打儿子又怎样 把他所有的冤仇 变成了 包括对老公的冤仇 全部都要打到那个儿子的屁股身上 有时有些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愤怒 其实我们 就是说 我们人总是有很多罪 总是有很多的罪 我们也有很多的愤恨 很多的不饶恕 所以我们数回我们一生人所犯的罪 哇 真是天天都有的 就是每一天我们能够说我们没有罪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天能够说 每一分钟能够说 我们真的尽心爱神 所以我鼓励大家 每一天都尽心爱神 多谢天父 神你真是好了 整天见到什么都感谢神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说到感谢神 我告诉你 外面有几只燕子 他有时会站在电线上 我们因为他拍照 我们常常见这种现象 那些燕子比较小 他就站在电线上 你未必常常见到他这样的 他跟着站在那儿 等妈妈或者爸爸来喂他 我又发觉一件很奇怪的 就是 燕子站在那儿 他有不同的燕子喂他 好像大家一起繁物公用 那些其他燕子 妈妈和爸爸来都喂他的 如果你见到他站在那儿 你有耐性等下他 他一见到爸爸妈妈来 他就很兴奋 真的很兴奋 很有趣 那些毛和翼 一直在摔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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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他小鳥都是 有他妈妈来喂他 他说 很兴奋 我见到有些铁条 那样 这也是神的爱 这些我们从小事看到神的爱 神创造他们的时候 都将这种父母的爱赐给他们 很自动会喂他的子女 亦都给子女有那种兴奋的回应 神就给我们很多无限的一年 但是我们欠神是一千万 其实是亿亿亿万 是无限量的 但是人家欠我们 那为什么是十两呢 因为他不是天天都得罪我们 是吧 曾经得罪我们 比例上 他们不是得罪我们的程度 不及于我们得罪神的程度 这么大 所以神赦免我们这么多罪 我们这么大的罪 这么多的罪 本来应该落地獄的 神都没有叫我们落地獄 人家得罪我们的次数少这么多 我们不能够饶恕他 所以神就说 你坏人有罪 你自己都有罪 你在哪件事坏人有罪 你哪件事就有罪 其实我们有哪条界面 我们说我们做得完美的 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我们真的要学 知道 最后一句很重要的 三十五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各人 若不从心里 遥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代理了 哇 不从心里 真心 所以说到遥恕是真心 从心里 真心的遥恕 天父也要这样代理 就是你不断以遥恕 都可以有一个后果的 好了 圣经也很清楚说 你遥恕人的过犯 天父也遥恕你的过犯 你不遥恕人的过犯 天父也不遥恕你们的过犯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是信靠耶稣得救 但信靠耶稣必定有果子的 其中的果子就是遥恕 圣灵会吹逼我们的 提醒我们的 大家有没有圣灵的感动 提醒我们 你遥恕你的丈夫 你的太太 你的子女 你的父母 但我们的心 周时会抗拒圣灵 拒绝圣灵的感动 但圣经感动我们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真心的悔改神 他在心里说 我有不遥恕人 我求主赦免我 叫我知道 我不遥恕人可以导致 显示我们的信心有问题 信心是死的 基督徒有时候会这样 初信耶稣是热切一些的 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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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越来 有些人真的僵化 怎样僵化呢 那人这么坏 真的要骂到他死 真的要奏他 真的要说闲话 觉得个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慢慢变了 好像犯罪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有这个知罪的心 就知道 我们不要失去对罪的敏感 我们有犯罪的时候 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 并且真心离开这些罪 圣经也说到 我们要慈悲 特别我们预计了黑红色的地方 不要论断人 你就不被论断 因为怎样论断人 怎样定人的罪 神就怎样定你的罪 我们怎样定人的罪 你这样骂人 你发脾气 那我们有没有发脾气呢 我们定罪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说我知道他有这个罪 而是我们会说你真是坏了 你真是没有希望了 或者我很不喜欢你 因为你的罪 我很不喜欢你 那这个就是定罪了 我知道他有罪 不代表我很不喜欢他 或者很拒绝他 抗拒他 那这个就是不饶恕了 好了 接着就讲到 我们遥恕人 祝福人 不要论断人 神就会祝福我们了 你们给人 其实原文是只是给的而已 祝福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你给神和给人呢 不过后面一定包括人 因为为什么呢 你们怎样用什么良气 量给人 所以是包括对人的 内容是包括对人的 不是只是给神 只是奉献的 怎样给人 神用什么良气给你 神给你是怎样呢 是十足的星斗 秤到十足 连遥带岸 好像那些谷 一路遥 一路压压 上尖下流 舍满满 流下来的 倒在你的怀里 所以我们善待人 尤其是那些 亏待我们的人 得罪我们的人 神更加喜悦 因为他说 你善待对你好的人 有什么长处呢 因为恶人也是这样做 但是你善待对你不好的人 神就要祝福你 神就喜悦你 并且这个是荣耀神的 人家会看到 哇 基督徒真是好 我明明得罪他 他也是对我好 他就会被感动去改变 曾经我听过 在韩国 有人去传道 而他传道 这个人 这个传道的人 去向初期 韩国当时没有 基督教没有那么 好像现在那么强盛的 在初期的时候 他的儿子居然被人杀了 但他去求法庭 向法庭的法官说 我请求你容许 这个杀人犯 放了他 我不追究 我会照顾他 那些人都觉得很惊讶 还有这个杀人犯 他觉得 没有搞错 你是不是想陷害我 把我捉在家里 每天打我呢 但怎样才他真的对他好 后来这个人 就成为一个 复兴的牧师 在韩国 原来有很多时候 这个复兴 都是因为人的饶恕带来的 我们又看看 约室饶恕 他哥哥的榜样 就是他 哥哥出卖他 其实很大伤害 我想我们都没试过被人出卖 但后来他们跟约室说 他们说了大话 他说你爸爸还没死之前 就跟我们说 叫约室善待他 就是怎样呢 他害怕着 爸爸死了 约室会对他们不好 他就跟他说 爸爸跟我们说 我告诉你 善待我 但是约室跟他说 你不用怕 我怎样能够代替神呢 从事你的意思是要害我 他知道他害了他 他不是不知道事情 他知道 他这样说出来 并非代表他论断他 他只是说出事实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 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所以你不用怕 我会养活你们 和你们的子女 妻子 并且约室用亲爱的话 安慰他们 我们看到他 真的完全遥恕他们 用亲爱的话安慰他 这就是一个高度的遥恕 不只是让他吃 而是善待他 就不像 就好像给狗吃 吃吧 吃吧 而是善待他 他用很多亲爱的说话 安慰他 我问大家 你有没有用亲爱的说话 安慰你的丈夫 太太 和子女 父母呢 有没有说一些亲爱的说话 令他觉得舒服呢 这个就是高度的遥恕了 好了 最后讲最重要的 如何遥恕人 首先有动力遥恕人 为什么有动力遥恕人 第一 神社廟这么多罪 好像一千万两人 这么多罪 所以我应该遥恕人 第二 圣灵会感动我们遥恕人 第三 亲近神会给我们力量遥恕 越亲近神 你不想生气人 你要赞美神 你一直赞美神的时候 为人祈祷 你不想不遥恕他 第四 神给那么大的恩典 给我们的损失的东西 也会给我们 就是说 就算祂令你失去很多钱也好 但其实神给我们 你数我们有的恩典 我们就感谢神 我们就愿意遥恕他 而不遥恕人是痛苦的 是辛苦的 第六 不遥恕会叫天父不遥恕 那东西更严重更惨 落地獄 惨得不得了 第七 看出对方 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伤害我们的人 他受过很多伤害 我们看出他 所以我们看出他就会遥恕他 其实那些容易骂人的人 是被人从小到大骂很多的 你这样想的其实很惨的 他一生都不开心的 而你善待他 是会改变他的人生观 因为他以往的人生观 就是觉得父母又打我 周围的人又骂我 对我不好 所以我觉得人生是很痛苦的 人都是坏人的 谁知道他认识到你 他对你不好 你依然对他好 又请他吃饭 他说 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好 他开始改变 所以看出伤害人的人 越是喜欢伤害的人 其实受过很多伤害 所以他的生命有这么多问题 第八 饶恕和祝福人会提升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越平安起落 我的生命越高的层次 越进入神的奇妙计划 神越大大使用你 那这个就是得性了 而且很重要就是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发出善来 就是他心里面装满神的良善 时时去祝福人 我感谢神 给我这个心 整天都祝福人 我在网上很多影片 你找叶牧师 见到很多影片 很多人找我的 这个礼拜都有几个人找我 不是每个礼拜都这么多个 我又去探病 去为他们祈祷 又用时间去约他们 这个也是神给我的心 就很想祝福 我不是想着 我做一个 神给我的赏赐有多少 今次又做了一个 神 我这个月做了多少 麻烦你赏赐 我又不是这么想 但是神是会赏赐 我又想着什么呢 其实他很惨的 我祝福他 他是很开心的 我帮助他 他是很开心的 其中有一个人 他说到他的丈夫有病的时候 在医院很严重 我说我稍后来探 他立刻哭 他觉得很感动 神给了我很多礼物 我都很想祝福 我去到跟他很长时间去祈祷 这个也是 希望神都给我们这种善良的心 我这个完全不是跨越 我只是神在我生命做工 让我有这个改变 大家都有这个 神在我生命做工 我们就被神改变 我们又不跨越 其实我经常都这么跟人说 我说 其实我是不配的 我犯过很多罪 但是神赏免我 改变我 我多谢天父给我的机会 能够去侍奉神 是礼物来的 多谢天父 我希望大家都会想起我们的罪 我们就是神 我犯过很多罪 我不配的 但是神现在给我的机会 我就乐意去做 做得越多 祝福多人越好 心态有这个心 你善 在你里面藏着善 你自然就会对人善良 但是你的心里面藏着觉 马上嫂子 哎呀 哎呀 我老公真是坏了 老婆又坏了 子女又不听话 哎呀 父母又以前骂我又打我 哎呀 个人都不好的 这个社会又不好的 他们又砍人又这样那样 哇 这个世界都是不好的 什么都不好的 哎呀 你藏着这些恶 你的心就自然很多愤怒 其实呢 那你就很难遥处人了 所以这些不好的东西 垃圾不好吃 是吗 不要吃垃圾 你会不会有空去垃圾桶 拆掉 有没有垃圾 吃啊 会不会 你不会 你不会 但是呢 人专食那些 不好的思想 其实那些很毒的 比那些垃圾还毒 不过有些人反复思想 还要想几千次 想老公怎样 坏了 想了几千次 其实 你明白他也受了很多伤害 他有很多东西未化解 那你说我也有很多伤害 他又不想我的伤害 我总是想 他好凄凉 我善待他 有神又卸灭我 那你善待他 他可能又善待你 那你就大家都开心了 对不对 你不善待他 他又不善待你 那大家一起受苦受苦到 哇 一世受苦受苦到离世 你说可可可可 你想想是这样 一世受苦受苦到离世 因为其实是不值得的 对不对 好了 OK 这就是先所我说的 这就是 饶恕的动力 就是我们 怎样饶恕人 就是想回神 怎样射灭我们这么多 所以我们就从心里 最重要的是 从心里饶恕他 因为从心里看出他 好了 我现在解释一下饶恕这种事情 有些人对饶恕不明白 于是他就觉得 他这么坏 怎样可以饶恕 很不划 首先第一点 饶恕不是说他没有罪 也不是说他没有问题 这一点我们要清楚 他是有问题有罪 他真的做错 我不是不承认这种事情 不过你不用天天跟他说这一点 你不用天天跟他说 不过我知道他有做错 饶恕不是说他没有事 他是有事 饶恕是说什么呢 我愿意放手 我不愿意不追究 在他心中不追究 我愿意放手 第三 饶恕是说我愿意接立和饶恕他 我接立他 我愿意善待他 第四 是说我接受他曾经受伤害 所以会伤害人 我就明白他为什么会伤害人 和看出他 我接受他 所以我接受他受的伤害 所以我会遥恕他 第五 是告诉他 我尽量和他和睦 我尽量和他和睦 以善性恶纳 有时候有些人是遥恕了 不会和睦的 为什么呢 是他不肯和睦 真的有这样的人 我相信也有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人 他真的对我不好 但我跟他说好的话 但他没有接受 他不接受他的问题 但不代表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他不愿意做不到好朋友 所以这个不是一定的 不过如果是夫妻就不同了 第六点我先说 第五点就是说 尽量和他和睦 他愿意的话 但我始终和睦 他不和睦也好 我也和睦 第六 就不一定继续和他合作 譬如为什么呢 他一起侍奉 但这个人原来生命有很多问题 我都要遥恕他 和帮他处理生命 但他可能不适合侍奉 所以我不一定要和他合作 或者你做生意 和一位伙伴 发觉原来他骗钱 我们都要遥恕他 但不代表以后适合和他合作 即是说遥恕不一定合作 但如果他真的改变 我们可以和他合作 这一点是根据这个人的情况 第七 但对配偶也不同了 我们尽量和解爱他和善待他 因为妻子丈夫 我们就不能够离开他 因为这个圣经所说的 除非他犯奸淫 犯奸淫是可以分开 但不一定要分开 他肯悔改 你一样可以在一起 他不肯悔改 一定要有一个依奈的话 你是可以自由分开 但如果他 他做过很多错事 我们依然是不离不弃的 除非他犯奸淫 而他不肯离开罪 如果他肯离开罪 我们都应该去接立他 不过如果真的 有人说他犯奸淫 虽然他想和我好 我都不接立做夫妻 他可以有这个权利 不过他没有权利不搖恕 我再说一次 他犯奸淫 但他依然有一个依赖 或者他没有一个依赖 他犯奸淫 他请我们搖恕 我们都一样搖恕他 不过是否跟他在一起 那个人依然有这个自由 不过如果有一个基督的爱心 是应该跟他在一起的 这个是 即是说 如果他犯奸淫 不一定需要跟他在一起 不过是 跟他在一起是更加好的 这个是更加有爱心的 我亦都说了什么 遥恕有程度 因为为什么呢 有时候有些人说 我遥恕了 但其实还未真的遥恕 我上过一个图 不遥恕就好像在锁链上 那些铁丝网围住了 出不了来 是被捆锁的 浅程度的遥恕是什么呢 仅仅能够不争他 即是不争他 以前争到他死死下 现在不争他 不争他 不代表高度的遥恕 第二 都可以打招呼 这个都算好了 即是不会挖他 即是避开他 第三 在祈祷中可以遥恕他 祝福他 有些人说 那已经很高了 第四 可以跟对方温和对话 看到他 虽然他对你不好 都依然 音声世气 善良的跟他说说 就像约瑟同他那样 用很多安慰的说话 安慰他们 这个就是温和对话 第五 真心善待他 真的会送礼物给他 真的会帮他 他的需要真的帮他 这个真是遥恕 才能够有这种爱心 第六 可以欣赏他的长处 可能有时候有人肯帮他 不过他做得好事 赞他真的不行 不能够赞他 赞他赞坏了 你能够赞你的丈夫和太太 很难赞他这么坏 这么多地方很坏 很难赞 很难赞 也是有不饶恕的成分 第七 可以跟对方合作 在乎他 适合合作 譬如他真的适合合作 可以跟他合作 下面我写的字 就是说 遥恕越透彻 释放就越大 越少遥恕 这个重担就越重 有些人他说遥恕 不过其实他的心 都是疑疑闷闷 经常想回他的东西 看到他就不开心 其实他不是真的遥恕光的 他不遥恕光的时候 后果是什么 他心也是很重 还有神的喜悦 依然不是很高 也会阻碍跟神的关系 所以 求主帮我们 真心的遥恕 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 即是高度的遥恕 亦是神喜悦的遥恕 是整个生命的提升 这样的时候 神是很欢喜 神是会祝福赏赐的 都希望大家能够进入 这个高度的遥恕 这个《德性五部曲》 在我本书里也有说到 这个《德性五部曲》 就是如何能够 全面性处理我们的生命 第一就是留意 这个《德性五部曲》 处理罪很多问题都可以 留意到我不遥恕 深信有破坏性 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很多人不肯遥恕人 因为他觉得 不遥恕也无所谓 但圣经是告诉他 不遥恕可以招致神不遥恕我们 以及造成我们生命的破坏 让魔鬼留地步 又用圣经的观念处理 神赦免我这么多的罪 神吩咐我们遥恕人是很重要的 总之任何行动都是有圣经的吩咐 第四就是祈祷求神赦免和给我们力量 神赦免我 我生他 我不遥恕他 求神赦免和给我们力量 第五是选择 遥恕人是需要很多动作的 需要想想神如何射灭我们很多的罪 想想自己多少罪 想想我们得罪神多少 想想这个人得罪我们 其实不是那么多次数 就算他很多次数 都好 其实都不及于我们得罪神的地方 想着对方都受了很多伤害 所以我就体率和谣说他 总之用各样的方法 刻意处理 这个《德性五号曲》就是说 我刻意 我心里面有任何不好的意念 我都刻意靠着耶稣去处理 化解里面的忧伤、愤怒、不遥恕、怨恨 想人受害这些意念 我们都求主赦免我们 让我们整个生命能够全心全意去遥恕人 而且真的遥恕人就放下了 那天你做过什么 那天你做过什么 你想过对我有什么不好 而我们不遥恕是不会帮他改的 我们遥恕人就能够改变 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去反思一下 我们有没有人是未曾遥恕的呢 或者遥恕只是遥恕一个程度 一直遥恕 不过整天都说回他那些坏东西 一吵架就说出来 你上次又什么什么 你以前都是什么什么做来做去都是这样 那我们不能够真心的遥恕 那你说他真的整天都是做来做去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越跟他说 他越不能够改变 你有没有试过有人跟你说 他整天都数回你这不好的东西 那时候又发生气 那次又什么骂仔又打仔 又对人不好 那你整天都是个人这么猛烦 如果有人喜欢用这个整日 你听到会怎样 耳朵会觉得怎样 很耿耳 很耿耳的 不过我们就喜欢跟人说整日的 你整天都是这样 你整天都是这样 那我们求主赦免我们 洁净我们的内心 我们在神面前去 我想请大家一起起起身 放松的人 在神面前 耶稣啊求你赦免我的罪 因为我不如恕人 我有得罪人多次 我们有时看到人的不好 不过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丑怪 我们很多地方很丑怪 很多地方得罪人 我们没有想到 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洁净我们的灵魂 赐给我们悔改的心 让大家一阵安静的时间去蜜土 然后我用诗歌带领大家 去在神面前悔改 耶稣多谢天父 大家安静在神面前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求主释放我们的灵 赐给我们平安的心 多谢耶稣的大恩大爱 你赐免我们这么多的罪 耶稣我们多谢赞给你 多谢赞给你 多谢赞给你 indi赞给人 饭 人捕血我得重生 人捕血代替我死 成全力救世的牵制 请我吹吹雪更伯 雪更伯 饮素身宝贵对报血 人报血我的意见 人报血我的重生 人你代替我死 成全那教宿的牵制 结成我罪 悲雪更伯 雪更伯 我耶稣神宝贵地献祭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赏灭我们这么多罪 多谢耶稣洗净我们这么多罪 主要求祢帮助我们真心去遥恕人 真心去悔改 真心想到我们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遥恕我们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多谢主耶稣的大恩 我们在这个阵子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开声去祷告神 求祢帮助我们 去祝福这个很难接受的人 帮助我们去接受这个很难接受的人 你叫祂站开一点点 我叫祂站开一点点 主耶稣求祢帮助我们 想到我们得罪人的地方 求主耶稣赏灭我们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们 想到我们得罪神很多很多 这些人得罪我们的地方 其实都不算那么多 但我们得罪人的次数 得罪神的次数是很多 神赏灭我们的罪 我们本来配落地狱 但神赏灭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去遥述 尤其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父母 最亲近的人 或者有些人 我们想起来 都觉得很难遥述他们 求主帮助我们 全心全意去遥述他们 去祝福他们 为他们祷告 帮助我们祝福他的心 欣赏他的心 多谢天父 推并 《孙献的荣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